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很久沒拍過一些郊遊 出去玩的VLOG 今天會去一個我想去很久的地方 叫做鹽田寺 是西貢的 又要搭船 又要搭車 然後去到是一個島 我覺得很特別 很偏僻 我最喜歡一些荒蕩的地方 然後晚上會帶著Chopper一起去吃大雜蟹荒蕩 應該行程都算豐富的 我想就拍VLOG 和大家一起去郊郊遊 好嗎? 現在我們就搭的士進了西貢 然後再想想怎樣去鹽田寺 其實我們是甚麼都沒想的 東西都沒吃 然後今早就簽一個港幣的戰術片 進了水道 狗仔 狗仔 你怎麼扮東西 你明明正在笑的 你經常都嫌我和你去的地方 市區 我們今天有禁膠得禁膠 好不好? 我們已經來到西貢了 然後一下的士 就已經看到鹽田寺的售票柱 在那裡 對 再走多一點點 我們就看到櫃檯寫著 鹽光保育中心 感覺上好像公司 所以就在這裡買票 而且剛剛好買完票 馬上有船 不需要等 簡直是天造我們也 趁現在還沒開船 我們先送集一下地圖 應該船程大約10至15分鐘左右 然後去到 就是這樣 不是 西貢不見了 嘩 甚麼 你再說多次 西貢不見了 你真的很意思 再說 很恐怖 拋雲旋浪的朋友千萬不需要擔心 他比迪士來玩的森林河流之旅 看看Chopper多寫意 耶 我們來到鹽田寺了 我的太陽眼鏡 就被這位先生搶走了 原因就是我戴得像大媽 到處的第一件事 當然是先把肚子治療 在碼頭走過去大約兩分鐘距離 就已經有一間私房菜西餐 環境很乾淨 開放式廚房 整個感覺很捨意 平時去一些荒謬島 都是吃餐打麵 所以今天竟然有得吃精緻西餐 還有養生的陳皮燉檸檬飲 真的超級驚喜 而且它的質素一點都不適 是很好吃的 大家看看我浮誇的表情就知道了 另外我們還點了一個漢堡包 大家看不看到是超鬆軟 吃下去的時候是很汁 肉很厚實 真的非常好吃 薯條也很好吃 雖然價錢不算很便宜 但在小島吃到這個質素 我覺得是合理的 晚上這裡還可以預約私房菜 無論兩個人也好 整班朋友也好 都可以包餐廳 因為每晚只會服一個預約 所以我也很有興趣 但價錢有點進取 要儲一儲錢才可以試 吃飽飽我們又出發了 原來剛才的入場費 是包了參觀鹽田 有一個tour 所以兩點半有一場 我們現在衝過去 人家各過來玩 是有備而來 我們完全是盲中中 只想到想去那個地方 就過來 這裏其實剛才聊天 就說有教堂 有鹽田 前面就是有些村狗 所以為什麼出牌 不能下地住 就是這個原因 這就是大家來到鹽田 都說很好吃的台湖雞 但是要三日前預約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得吃了 我們的入場券是包了一個tour 但是因為他 出發 是不是因為你 我們不能去 你不要裝作 出來了 我們不能進去 我們自己玩吧 好嗎 不要緊 反正之前都不知道有 所以不能進去都不會失望 我們繼續探索一下 鹽田子早前會有個藝術節 所以有很多藝術品都留下了 我們的小狗都有些藝術細胞式參觀 秋天的天氣真的非常適合拍片交遊 怎樣拍都能 那隻狗在哪裡 咦 為什麼小狗不見了 為什麼牠不見了 為什麼牠不見了 嘩 你在這裡 我們來到紅樹林的一個海邊 水是超清的 而另外的這邊就是海了 看到很多小魚在這裡 這裡有超級大片的紅樹林 小時候讀地歷史的時候 會學了很多紅樹林的特性 突然來到這裡 竟然我都記得 喝水了是不是 頸殼了是不是 喝多一口 再走 好嗎 應該大家會發現 今天我們整條路都拿著膠袋 就是因為我們這隻狗 一開始的時候 就很輕鬆地放下了幾樓 但這裡原來沒有垃圾桶 今天是大便還島遊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想說前面是很美的 如果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隻狗的出現 經常都破壞了環境 氣氛 從浪漫變了 哈哈哈哈 超美啊 你看整個景多優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不得了 好 我們航拍機器飛了 嘩 哈哈哈哈 我們來到浴大橋 封面圖就是這裡拍的了 沒有人的時候 整個環境是很寧靜 很peaceful 還有大家不需要擔心 Chopper很蛇鬼的 不敢走那麼近旁 那邊的 哇 拍到你好像很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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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又要 好沒用嗎 這個是茶一克的 無糖妹 哈哈 你在賣廣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好可愛啊 今天呢 我本來以為來到鹽田寺 是很郊區 好像塔門一樣 什麼都沒有 但是所有東西都有驚喜 又有很多藝術品 之後又舒服 又不算很多人 所以都很開心啊 感覺上好像出走 去了一天快速旅行 放下平日生活的煩惱和壓力 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看看綠色的景色 很棒 嘩 這麼快又到了日落的時間 我們就回到五點鐘 最後一班回程船 回到西貢市中心 大家看看這隻狗仔 在累到睡得不省人事 但是我們下一個節目又來了 就是去吃大集蟹方泰 我們終於來到坐下了 剛剛坐車是整程車睡了 原來都很累的 然後現在就等著大集蟹的內臨 我是有點陰影的 因為上兩三個禮拜我吃過一次 不是現在的 質素是很差的 所以我就希望他們有多少少少高就好了 我們點的套餐不是最便宜的 我們點中間的四至五兩 期待期待期待 現在我們兩個都不是很肚餓 因為下午都算飽了 所以不知道吃到多少東西 應該都會蠻虧的 這裡是88分鐘的放題 一會兒就不會介紹太多 我會用生命的速度去吃東西 這裡除了大集蟹是放題之外 還有很多食物都是任意的 好像酸菜魚 一些台灣的小食 甜品護圓那類 還有手搖飲品 好像在做大生意 這個蟹粉鴨血完全沒有蟹粉 但是鰻魚好吃 還有酸菜魚 我們最後都結尾了 因為魚是很滑 沒有骨 完全不是放題的質素 說一下說一下 主角大集蟹就來了 4-5兩來說大小可以 有時候會小一點 我們今天主工 食工 沒有叫餓的 說多無謂體高 最實際 最後我們總共吃了16隻 比預期中吃得多 我覺得放題大集牌 真的好看菜素 每次一開都會覺得是一個賭博 吃到多高的時候很開心 吃到沒什麼高的時候 都不用失望 再接再例 大家會看到我是超不小心 剝蟹整選了 餐廳給了一個交報 我是加分位 服務是很好的 這裡 它的放題 88分鐘 鞋到才開始計時 還有最後一頓 之後 其實他們都會給你時間 你繼續吃桌面的食物 所以 我是吃超過88分鐘 你看這隻就沒有高 但是最後那兩隻 完全是把我的心情提高 是非常之滿意的 這條影片出的時候 應該過了大集牌季節 大家今年吃了多少餐 有沒有哪間特別好吃 下年要再結尾 記得告訴我 讓我抹下它 吃完之後再多做一碗薑湯護原 完美結束了這餐 價錢都透明的 沒有隱藏式收費 吃飽飽就乘車回家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麼簡單的VLOG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星期都會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